雅各说 不然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就求你从我手里 收下这礼物 因为我见了你的面 如同见了神的面 并且你容纳了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 悦纳对方就是喜悦 和借纳对方的意思 当以嫂放下过去的仇恨 并接受雅各 这不仅对雅各是祝福 对以嫂又何尝不是祝福呢 仇恨是负能量 他会俯视人的灵魂 叫人死而无畏 卧而无法入眠 原谅对方是给自己机会 脱离在囚义中的自己 也是给对方捷悟 改过自新的机会 有一则感人的故事 一位年轻人未满三十岁 十年里就被捕了三十多次 工作家庭朋友自尊心 都远离了他 有一次他又喝醉了 刚好被一位警员抓住 他心中极为不满 一时冲动狠狠地打了警员几下 过了二十四小时 青年从警察局被释放出来 没想到在转角的地方 竟然碰到前一天抓他的警察 鼻子上还贴着胶布 他想一定是坐完 那两下挥重的 青年见了警察 觉得很不好意思 只想转身离开 可是警察却专程走过来 直呼青年的名字说 孩子 今晚我再见到你 觉得很高兴 你清醒的时候 跟昨天简直判若两人 本来对这样一个 无可救药的酒鬼 何况又被他打肿了鼻子 那警察应该轻视青年才是 但是他反而说了一句 这样感人的话 而且脸上又显露出 因看见他清醒 而欣慰的表情 自从青年染上酒瘾以后 从来没有人对他说过 这样富有尊严的话 因此他非常感动 奇妙的事发生了 从那一天起 他就地久不沾了 爱先 接纳 对人 仁慈 是一种国际语言 连笼子都能听到 哑巴也能了解的语言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让我们给自己机会 去接受上帝在基督里的爱 上帝的爱是无条件地 接纳我们 让我们可以进一步 以上帝无条件的爱 去接纳别人 原谅别人 给别人机会 好让我们的生命 变得更自由 更轻松 更有意义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